今天我們來到屏東美術館 參觀王武生老師的畫展 王武生在壯年時深受疾病所苦 卻在繪畫上有撼動人心的表現 低沉彗暗的色調 掺雜著詭譎又趣味的圖像安排 圖畫多於沒有頭髮細長身體的人物肢體構圖 可以看出畫家對人物的刻畫 對人敏感的觀察 畫出了自己的風格 感動了自己引發共鳴 王武生老師接受了命運的挑戰 用畫脫離的痛楚 在藝術的道路上再度發出光芒 在打經驗、經驗 我現在把視覺教練都要看到太溫暖 所以我一直想說不讓他 可以看到我想要表達哪一部分 所以我就是不畫頭髮 因為我認為畫頭髮 所以我可以把他的髮射、他的髮型、他的槍管 所以這會讓我們畫面更複雜 讓我們也是要很簡單的打探 讓我們是要畫頭髮的事情 那我想要畫頭髮的事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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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很多的不耐 很多的失落 聽完老師的講解之後 我們也更了解王老師創作的意境和想法 這種畫質的很適合放在咖啡廳 都是各種藝術場所 真的是非常的有文藝氣勢 在咖啡廳方法 在咖啡廳中的礙物裡 很 känns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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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次见 Am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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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